欢迎收听《老纳要还俗》 作者 伊梦黄梁 播讲 欢迎空 第602章 方正牌绕口令 卖 卖个好价钱 要是价钱不合适 不能卖啊 现在就这样 不说了 我挂了 骗子说道 嗯 那个 老人有些犹豫 怎么了 骗子问 能不能再叫我一声骂呀 老人带着几分央求的问道 对面沉默了 老人也越发的紧张 屏住呼吸 大气也不敢喘 生怕一个不小心 就把那一声呼唤给错过了 方正红孩儿松鼠也是站在边上 也是一脸的紧张 松鼠好奇的看着边上 因为紧张 耳满脸通红的红孩儿道 师弟 你这是个好人 你比我还紧张 还激动 我激动个屁呀 师父在掐我呢 师父你紧张 你能不能掐唧唧额呀 你掐我干什么 红孩儿仗红了脸 不爽的叫道 方正一愣 错愕地道 掐你了吗 哦 掐错了 难怪我一直觉得不对劲呢 用尽力去掐自己 竟然不疼 阿弥陀佛 没事 徒儿 你皮糙肉厚 不怕掐 你的力气大得跟钳子似的 谁会不疼啊 红孩儿看着都掐红了的胳膊 气鼓鼓地叫道 还要说什么 松鼠道 师父 你说那骗子会不会答应啊 毕竟已经露馅了呀 这骗子真没意思 骗人家的时候 一口一个妈叫的可好了 现在啊 就不吭声了 他到底要干啥呀 红孩儿不满地骂道 方正道 容易叫出口的不值钱 走心了 反而难了 你是说 他要走心叫 红孩儿惊讶地说道 松鼠道 你 你 你这 就在两个小家伙 一脸不信的时候 电话里传来了一个 深沉而有力的声音 妈 爱 老人的脸上 瞬间绽放出了无边的笑容 所有的泪水 在这一刻 不再代表悲伤 而是欢乐 妈 谢谢 骗子说完 就挂断了电话 老人听得莫名其妙 这孩子怎么就谢谢他了呢 这个时候 房门被敲响了 是社区的人 老人看着这些熟人 没等对方开口 就率先开口了 我搬了 梁阿姨 我们不是强行让你 啊 啥 搬了 社区大姐刚要开场 为她精心准备好几天的演讲啊 结果发现 好像用不上了 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有点蒙了个波啊 我搬 小窝 这段时间 谢谢你们 自从我儿子走了 我就成了一个怪老婆子了 没少给你们添麻烦 你们怎么对我呀 我知道 要不是你们每天都来看我 洗衣服送米面 我早就死了 只是 我心里一直有个结打不开 今天忽然开了 谢谢你们 老人起身对着他们攻身行礼 社区的众人先是一愣 之后赶紧扶起了老人 然后一个个是笑开了花 哎 梁阿姨 您别说这个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社区的几个人坐下 有的人去烧水 有的人把菜放下 准备做菜 打开电视 听着歌 聊着天 欢声笑语中 原本死气沉沉 如同棺材一样的房间 瞬间有了声气 有了火力 有了烟火气 房间都仿佛亮堂了许多 看到这里 方正红孩儿松鼠 对望了一眼 苦笑了一声 偷偷离开了 出了小区 红孩儿黑黑的笑道 师傅 这次你基本上没啥用啊 是不是有点小失乱呢 方正双手和时 对着身后的小区 微微微行李道 阿弥陀佛 若是世间所有疾苦 都不用贫僧出手 那就真的好了 师傅 你说这话 我听着怎么这么违心呢 红孩两眼一翻 根本就不信 方正没说话 抓起松鼠 扔在了红孩的脸上 然后一甩衣袖 两人一松鼠 消失在了街道上 回一纸山去了 其实红孩说的没错 方正还没有达到 大车大雾的境界 不过方正也没撒谎 他真的希望有一天 世界上充满爱 大家都能够开心 友善地生活在 这个美好的世界上 但是方正还有点小四心 要是没坏人了 他去哪赚功德呀 所以方正虽然想 却又有点不想 还真是挺矛盾的 矛盾不代表撒谎 所以也没被雷劈 与此同时 华夏沿海某个城市的地下室里 一名男子突然合上电脑 然后靠在椅子上不动了 点燃了一根烟 抽了起来 一根 两根 三根 当一盒烟被他抽光了以后 男子抓了抓头发 拿出了一个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过去 喂 谁呀 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 男子听到这个声音 心头一颤 眼泪忍不住的就掉了下来 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说了一句话 妈 我想你了 啊 阿星啊 是你吗 阿星 是我 妈 我想你了 想我了就回来 妈知道你忙 不过再忙 也得有个假吧 有 有有 明天我就回去看你 咱家的老母鸡正肥着呢 你回来 咱们对你小劲 还有 昨天你大爷送来了一条鱼 妈还在放在大缸里养着呢 你回来 正好啊 嗯 我这就回去 这就回去 男子一个劲的点头 其实他妈妈并不知道啊 他大爷 他大爷像话嘛 他大爷早就给他打过电话 说过这条鱼 这条鱼是一周前送给他妈妈补身子的 结果他妈妈一直没舍得吃 想要养着 等他回去了 给他吃的 当时他还没什么感觉 但是今天 他忽然发现 他差点错过了人生最重要的东西 什么都不说了 男子收拾行囊 直接将房子退了 第二天就登上了回家的火车 对着身后渐渐远去的城市挥了挥手 你难道 再见了 我的过去 以后我要当一个孝顺的好儿子 方正并不知道这些呀 他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奖励 毕竟他除了见证这件事情的发生 并没有做什么 走在上山的路上 方正哼着小曲唱着歌 就差来一份火锅了 总之呢 他心情非常好 非常棒 师傅 这次下山你毛都没弄到 你为啥还这么高兴啊 红孩不解的问道 得到了高兴 得不到就不高兴 患得患之之下呢 又岂能高兴呢 提增没得到却也得到了 只不过得到的是看不到的而已 方正道 红孩和松鼠对望了一眼 一脸呆萌的看着方正问道 师傅 你在说啥呀 呃 本集播讲完毕 南郎 本集播讲完毕